哈囉,大家好,我是王安堂 相信很多人在學校都很無聊嘛 然後有時候就會逼一些有的美的東西出來 那麼今天我要來教你們如何在學校製作出迷你的武器 找到一支筆跟兩條橡皮筋 就可以製作出有殺傷力的武器 可是這個武器最好不要對別人射 要不然等一下就這樣就卡進去了 然後今天要準備指板的原因就是 看他可不可以卡進去指板裡面 那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就開始我們的製作武器時間吧 那我們就開始 好,那我們現在就先把我們的原子筆 上面這些全部都把它拆開 就把它全部都先解體 然後你們做這個武器的時候 最好不要把全滿的原子筆拿來做 要不然會很浪費 然後我們再把這裡再打開 然後最後兩個洞 反正要綁筷比較大的洞 因為原子筆還是這樣子 它的筆還是這樣子下去 然後才會這樣射出來 然後之後 所以我們就要再把橡皮筋綁住 我們這個方向這裡 上 然後就把它綁緊一點 越緊越好才會跑掉 好,我們現在就開始實測它的威力吧 好,我們現在用的是講這個樣子 等一下我們就射布克牌 因為剛才想說直板太用應該是用不破 那我們就用布克牌來測試一下 我等一下數到321 我們就開始發射它 3 2 1 0 啊射錯 射到櫃子了 再來一次 倒數3秒 3 2 1 0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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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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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